孝慶 成了口罩運動會 本該抖擾精神 學童們卻有些死氣沉沉 政府能夠為我們 蓋一座活動中心 別再讓我們 掩受空污的毒害 人人一口罩 勉強在戶外動起來 在人口越來越密集的 高雄左營蛋黃區 室內運動場 在市場上 勝利國小竟然是個奢求 市政府要求我們 12月到2月 不可以辦戶外的體育活動 連帶著 我們上體育課怎麼辦 孩子們的上體育課的 售價權怎麼辦 簡易的風雨球場距離教室 隔了個大操場 不但雨天不變來回 更無法抵擋空污 下雨天的狀況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在這 穿堂裡面上課 因為孩子帶下來的時候 就會直接進到穿堂 但問題又來了 在穿堂裡面上課 一定會跟我們低年級的教室 會產生一個很嚴重的干擾 健康教育老師教空污危害 為孩子爭氣卻無能為力 跨學去來的學生也滿多的 那其實一直沒有室內場館 其實我們也一直在教育孩子說 空污這樣子的狀況 是其實會影響人體的健康 這樣子的時間一多 孩子等於在室外的活動時間 是減少的 他根本沒有辦法到外面活動 那等於說剝奪的孩子在 就是在這個年紀 他可以好好的去運動 或發展他自己的肢體的 這些東西的機會 十二月 少有藍天白雲 校園內統計 百分之七十五上課日 升橘旗或紅旗 等於每四天就有三天 不適合到戶外活動 不可能完全孩子都不出來室外活動 那當孩子出來室外活動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體清淨機 那可是如果我們說 我們在家裡自己買清淨機來講 他還可以換濾網 但孩子的肺是不能換的 那根本就是從小如果都長期 在這樣子的空氣餅值底下去生活的話 他的肺到最後一定會有問題 前校多年的勝利國小 規劃三期校舍與室內運動場 票票了十五年還不斷增班 2012年出生的龍寶寶們 2018年9月即將入學 教育局卻漠視孩子健康發展 與成長空間 雨天的時候必須在穿堂 掃著水邊上體育課 冬天的時候就必須忍受空污 要吸收龍華國小多暴增的學童 所以教育局希望勝利國小趕快幹 要面對縣市合併以後又停擺 難道就說沒有錢就又不幹了 小朋友的學習人權 夫妻的人權 一天都不可以停幹 學生來源如果夠 他必須要的依照國小設備 基準他需要的校舍跟專科教學會搭配 這不用去擔心 我們還是以學生為主 一定要有一個運動的空間 我民國57年 我現在是個老的40幾年 哪有穿堂 我們路上就跑了一大堆了 那時候空氣比較好啊 當然喔 PM2.5瀰漫天空 與數十年前的藍天如何比擬 少子話浪潮 每個孩子都是寶 寶貝們被迫掛上口罩 天真笑容 埋藏空屋中 空品集小主播報告 現在空氣品質對敏感族群不良 深居請敏感族群戴上口罩 昨天我塞到的還直的咧 這幾天是不是連三天紅汗 11 12月這樣觀測下來 只有一次有測到旅行 那其他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橘紅最多 12月還滿長都是紅色的 一開始我們出去跟人家講空屋這件議題的時候 我們是真的很小眾 因為空屋這件事情不像很大型的災害 它不會讓你立刻感覺到危險嘛 所以它是累積一個時間之內 才看得到那個危害 對 所以其實很容易被淡忘 全圍藍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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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課的時候會聞到臭臭的味道 然後鼻子會很癢 開放肺炎 然後會飛上肺炎 吸進去鼻子裡面會有不舒服 師生喊出最直接的心聲 更記錄到緊鄰學校旁 東南水泥大茂濃煙 十多年來令人膽戰心驚的實況 就全國第一場親子遊行 由我們發起也是這樣 我們希望我們的心聲被看見 煙霧跟那個味道要給我們一個交代 可是它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完全符合標準 因為那時候我們聽到 我是聽到很生氣 打1999也沒有用 打了15分鐘之後 奇怪 然後就降下來 然後降下來半小時 那個後一小時稽查員 告訴我們說 一切符合正常 肉眼判斷 明明是粉塵狂冒的情況 可是它的不透光率 卻是符合法規的 所以有幾次即時通報的現場 的確有環保署 南區督察大隊人員到現場之後發現 它的不透光率是有異常的狀況 肉眼判斷 那時候他們判斷是64% 可是那時候 電腦查的結果是18% 而有相當大的落差 是看到煙囪明明還是在排放的狀況 可是上網查的結果 卻是顯示無排放 他們的回應說 因為那時候是停乳 可是我們不管你有沒有停乳 煙囪有繼續在排放 數值應該就應該要呈現才對 否則那就是一個法規的空窗期 環保署等官方數據裝聾作啞 文福國小師生決定展開科學實驗 讓數字說真話 雨水回來他們在那邊亂玩 亂玩那個傷剪子的時候 突然有一個男生在喊說 老師我們這裡的雨水居然是減的耶 然後那時候我在忙科長就說 不可能啊 酸雨怎麼可能會是減的 可是我罵完之後我就 對 如果我們這裡的雨是減的 那代表這邊的石灰粉 它就是石灰鹽 研磨出來那個碳酸鈣 就證實是污染到我們這邊 所以才讓我有收集雨水 可是在收集雨水之前 我們也收集落成 所以靠近它就是三個地方 我們學校台鐵跟高鐵的辦公處 那我們分別在這三個地方的頂樓 放置樣本 一段時間回收 可以看到高鐵的酸鹼值高達9.0喔 正常是中性是7 那一般酸雨的話我們都是5點幾 高鐵是他們的愛子 很怕碳酸鈣卡在上面造成短路 比那個小鳥撞進去他們的機台裡面 更損失更大 整個風向會吹往高鐵的維修站裡面 他們裡面的工人半夜會被嗆死 半平山旁水泥場區 這一帶諷刺的依山傍水 受害者數以萬計 這個是他的廠房 這是台鐵高鐵文府國小 風是這樣吹 這是叫東北激風 吹的時候沿著這個半平山的山壁 整個下風處就遭受到整個污染 那文府國小的位置就在不遠 就跟著著遭殃 你知道什麼時候才好轉呢 就是吹南風的時候 剛好相反 花一年多時間進行兩大科展 師生們積極揪出真凶 消極研發口罩自我防護 比較有臭味也有粉塵PM2.5很高 就可以兩個同時一起加進去 活性灘要放前面 然後龍噴不支部要放後面 它最主要的功效只有除臭 不是過濾東西 因為它中間的間隙就會比較大 比較大就要先放在前面 最後面的空氣才會是最乾淨的 Angel我真的很悶 所以幾乎學校沒有一個小朋友喜歡戴 而且戴了也會被同學戲稱說 你是鴨子或什麼鴨嘴獸的 一兩天有可能就要丟一個 所以我們找到布口罩 很透氣它的中間的孔隙大 粉塵進來的機率就更高 想辦法然後研發出這個 然後再把這兩層放進來 從油煙機換濾網的概念 研究市售上百種口罩 而研發出專利 兼具除臭過濾環保美觀的 捍衛戰士口罩 勇奪全國中小學科展作品中 最佳團隊合作獎 製造保健康 更證實一般醫療口罩 效果也很有限 戶外我們可以做的就是 戴上口罩 因為我們知道外科口罩 大概可以減少30%的暴露 文府國小結合周邊反空污能量 這才讓東南水泥停工